虽然目前杜苏瑞台风的路径是往南下修 不过侵袭台湾的几率还是很高的 以文旦、咖啡及酪梨等果树为农产大众的瑞瑞香 目前除了赶着出货的酪梨 至于近代成熟的文旦幼 每一棵都已经有一定重量了 面对杜苏瑞可能带来的强风 文旦幼农也一筹莫展 受到杜苏瑞台风外围沉降作用影响 各地高温炎热 瑞瑞无赫北回归线地标公园36度的高温 仍击退不了游客前来打卡到此一游的兴致 但随着台风步步逼近 瑞瑞乡农民却一点兴致也没有 趁着这一两天的好天气 赶快采收洛梨包装出货 而至于目前近代熟成的文旦幼 平均每棵都达到了标准重量 此时就容易被强风吹落 由于杜苏瑞台风强风大雨席台 几率是百分百 文旦又浓也一筹莫战 期待又怕受伤害 那其实讲实在的最好都不要来 目前是快到采收的时候 果实都有一些重量都已经沉降下来了 所以你说要做到如何的防护 真的是也蛮有难度的 蛮有难度的 那风稍微一吹可能就很容易 比较容易掉 比较容易掉 那还好我们政府有 跟我们农会有推这个 这个台风保险 所以多少可以 如果造成伤害的话 多少可以去引入 瑞瑞乡有超过六百多公顷以上的 文旦又圆 树上果实 现在也正等待成熟 不料却先等到台风来 预计再过两个多月后 才可以采收的文旦又 也无从防抬 农民只能加强 人区排水 以及相关农作设施的防抬作为 希望能够降低农业灾损 面积都不小 包括整家搬员 所有搬员也都一样 面积都是算工程的 所以你说要做防抬 没有办法说 每一株去绑 去用株子撑 我们顶多就是 设施 设施的维护 收纳 比如说喷水带 灌溉设施 排水系统 排水沟 清一清 我想我们基本上 只能做到这样 虽然杜树对台风 目前的路径也往南下修 但暴风半圈广达250公里 几乎涵盖整个台湾 上代成熟的文旦又肯定 也会被强风刮落地 现在农民除了进人事 其余就听天命 期盼老天爷高台贵手赏一口饭吃 记者石玉兰对社采访报道